接下来讲日识拆翻 为什么要拆翻日识呢 大家想一下 如果日识内容慢慢累积的话 它放在一个文件中 就是像我们刚才演示的 是全部往那个 Oxys.log里面放 那肯定是不好处理的 对吧 比如说一天的还行 两天的还行 三天的还行 但是一个月的行吗 半年的行了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拆翻出来 而且拆翻出来之后呢 还有个好处就是 日识分析 我们一般是按照时间格式来分的 比如说 我们可以按照时间来划分日识 比如说2019-02-10 .access.log 通过这种方式来拆 这样的话 我们如果是按照日期来去 分析日识的话 我们可以很容易通过一个文件名 来去找到这个 当天的日识 对吧 当然你还可以更精细的拆 比如说更精细的拆到每个小时 拆到每一分钟 这都可以 这就看你这个日识的数量 一般情况下 如果是你的日识访问 不是特别大的话 一天拆一个 基本上就够了 如果访问很大的话 那就建议按小时来拆 你像按照分钟来拆的话 基本上 除非是非常非常频繁的一个 复杂的一个业务 要不然没必要做那么精细 因为做的太精细了 成本也会比较高 所以说我们这就 以按照天来拆为例 来讲一下这个 怎么去拆分日识 好 拆分完日识之后呢 你可以按照时间来去分析 就是按照文件名的时间 来去分析时间 对吧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拆分完日识之后呢 你可以把拆分出来的日识 挪到其他的服务器上来 就是不占于自己这个 web服务的这个服务器的空间 硬盘空间 要不然的话 累积多了之后 你这个硬盘变小了 这个服务也会变慢的 然后时间方式呢 我们就按照这个 Linquest的这个 crowntype命令的方式 技术 crowntype命令就是定时任务 我们这儿就不讲 Windows下面怎么弄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日识拆分 基本上是在服务端去做的 因为你本地没必要拆分日识 你本地日识多了 你自己删一下就行了 没必要做这个定时任务的拆分 所以说这块是在服务端去弄的 我们就不讲那个 Windows怎么去弄 因为Windows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 互联网的企业 基本上很少有用Windows 去做服务端的 一般都是用那个 Linquest的一些 比如说CentOS 还有UVANT2 这一些比较稳定的一些 Linux的Source版来做那个服务器 所以说我们就讲 Linux的crowntype命令 当然正好 Linux的crowntype命令 在我这个电脑 就MacOS这个电脑上面 也同样适用 所以说这块 如果是你是MacOS的用户 你就跟着我去一块演示一下 如果你是Windows的用户 那你如果没啥演示 我建议你可以装一个虚拟机 之类的演示一下 但是即便是你一些麻烦 备装虚拟机 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一块 这个服务拆分 是放在服务端的 对吧 服务拆分放在服务端的 服务端 你其实作为前端 或者说Source 作为开发Nux的这个人员 你了解一下 基本上也就够了 当然我们这个课程的用户 也不会是那种 特别高级的亚务师 他们也不会来听这个课 就是对于我们课程的 大部分用户来说 你了解一下 这个Clowntype的命令 也就够了 也没必要说 我非得说很详细的去掌握它 这个没必要 因为服务区端的运营 基本上都是通过运维同学 就是那个服务端 专门的一个运维人员 来去搞的 所以说 还是数月有关工 对吧 还是两个新闻行业 运维是一个新闻行业 我们以后再开发 又是一个新闻行业 所以说 你不是很了解的话 也没问题 所以说这个地方 你如果是没法写 你就跟着我 继续往下看 你能看明白了 这就算是你明白 好 我们先介绍一下 Crontype Crontype是Linux 或者说MacOS 下的一个定时任务 它的一个设计格式呢 我等会说 前面五个星 后面一个Command 五个星呢 就是说 每一个星分别代表什么呢 第一个星代表分钟 如果是写星的话 就是忽略分钟 就不管 比如说 我们这个地方写了一个 零 四个星 什么意思呢 就代表是 每零分钟 进行一个 执行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 应该是一个 谁要脚本的 一个执行命令 我们后面会说 如果这个地方写了个一 四个星 就是说 每一分钟 去执行这个命令 定时任务嘛 对吧 就是你可以跟到中似的 设置定时 也可以设置循环嘛 第二个呢 是什么呢 是小时 比如说 第一个是星 第二个是一 就是说 每天的第一个小时 每天的一 就是第一个小时 就是凌晨一点 去执行一个Command 比如说 如果是前面是个二 后面是个一 后面三个星 二 一 三个星 就是说 每天的第一个小时的 第二分钟 去执行这个Command 明白了吧 也就是说 分钟 小时 后面是什么呢 后面是日期 就是每个月的多少号 去执行 然后后面是月份 就是每年的多少月 去执行 这是月份 再往后呢 是星期 就是每星期的星期几 就是0到6 0 123456 每星期的星期几 来执行 其实这个格式 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然后Command 是什么呢 Command 一般都是一个share脚本 就是Lenux 那个share脚本 那个s.sh结尾 那个share脚本 我们等会会解释 然后Command 要执行什么东西呢 第一步就是说 我要把这个 uxs.log 拷贝 并重命名为 这么一个文件 当然这个是我的一个事例 实际情况 是你当前日期 就是我把当前的 这个uxs.log 拷贝出来 并且重命名为 这么一个当前日期的 这个文件名 然后呢 把当前uxs.log 给清空 继续记录日志 就大家想一下 这个场景啊 比如说我们这样 每天的第0个小时 就是说 就是凌晨刚开始的时候 去执行这个minium 它就会把前一天 积累的日志 全部拷贝 命名成当天的一个 日期的一个日志名 然后继续把这个 拷贝完之后呢 立马把这个 uxs.log的日志 给它清除 继续记录日志 记录日志 就记录当天的 然后到第二天 第0小时 又立马执行这一步 到第三天 第0小时 又立马执行这一步 这样的话 就会把我们每个日志 都给它拆分的 完完的的的 而且啊 这块设置 对我们的代码改动 是没有的 所以说 你不需要关心嘛 这块运维来关心 它是比较合适的 运维来关心 它不会改你的代码 你运维它也没有 全力改改你的代码 它可能也不会改你的代码 它就做一些 服务团的配置 那正好是比较合适的 然而你呢 你就关心你的代码就行 这个日志 怎么去拆分呢 那你会 当然就好 对吧 那你不会呢 至少你也了解一下 这也是不错 好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用 Quantype来去做 我们用Nordet.js来做行不行 Nordet.js这个时候也可以 Nordet.js来做应该 也能实现这种 就是我Nordet.js来做 这个拷贝 冲灵源 然后清空这种操作 但是Nordet.js呢 又隔了一层 Nordet.js毕竟是操作系统 上面有一个进程 你想想 你到了时间之后 你要启动进程 启动进程 然后用Nordet.js来 这一坨操作 那我们如果是写 摄像脚本的话呢 那直接是 通过操作系统来 操作 而且摄像脚本的 真应效率比Nordet.js 还要高多了 所以说 这个东西啊 它是为了考虑这个效率 及考虑它和代码的 一个分离 而做了一个操作 所以说 我觉得这么一种 拆分知识的方式 也是 业界比较常规的 拆分知识的方式 是非常的有效 而且非常易于分离的 也非常易于说 运维来去搞这个事情 然后现在我们不需要关心 当然我们需要了解 好 我们现在代码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要演示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打开代码 我们先把这个 摄像脚本写一下 就不管它怎么定时执行 一定要执行一个命令 对吧 好 那我们呢 先把这个服务停一下 到这个logs这个目录中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目录是什么样子 就这个logs这个目录 我觉得入境是什么 我们先拷贝下来 然后我们在这个UTEOS里面 新建一个叫copy.sh 就摄像脚本吧 对吧 copy.sh 摄像脚本呢 第一好像需要有一个特殊的写法 就是 紧号 然后 碳号 然后bin sh 这个binsh 就是 脏签系统执行 这个摄像脚本的一个 执行文件 就是这个binsh 这是一个执行文件 就是定义好执行文件 然后呢 我们cd到这个目录下 cd嘛 就是跟我们控制台中一样的 让cd到什么什么目录下 我们cd到这个目录下 就这个logs这个目录下 然后呢 是 拷贝 copy这个access.log 拷贝出来之后 重命名 我们重命名 加一个变量 用这个dollar号 然后后面括号 然后date 就当写时间 然后加上 百分号 y -m -d .log ok .access.log 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算出来是什么呢 就是当前的一个日期 如果是你要加小时的话 可以- 百分号 h 大家记住这种格式啊 当然这个Lenux 下怎么获取当前日期的这种格式 网上容易能查到各种资料啊 如果是你反正像跟我一样的话 你就是把这个格式记起来就行 当然我们现在不需要小时 我们就把这个h给删掉就行了 好 这是拷贝对吧 拷贝完之后再是什么 在这清空吧 清空我们一般是使用eco eco一个空思乌串 然后把空思乌串 复制给这个access.log 好 这样的话就写完了 到这个目录下 然后拷贝这个access.log的所有的文件 然后重命名一下 然后重命名完之后呢 我们再去依靠这个空思乌串 到这个目录下 就现在把它清空了 好 我们保存一下 ok 保存一下之后呢 我们可以先试着去运行一下这个脚本 到这个src utios里面 我们看一下有这个脚本 对吧 我们可以先试着运行一下sh copy sh copy.sh 出现一个错误 刚才那个错误呢 是因为这儿 这儿这个date显得一个data 这也是一个手滑在问题 当时是这么显得 这个data肯定是 它是不认的 对吧 我们必须显得date 日期嘛 显得date 然后这个保存之后 我们就能看到